每個引述的中間一定要加豆點 那比如說我把它簡化好了 比如說叫一個叫電信業者 一個叫區碼 一個叫莫碼 好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當然裡面還沒寫程式 我直接如果在這邊 插入一個程序的 這個函數的時候 已經出來了 不過你按確定的時候 給他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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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return回來什麼東西 沒有 有沒有 因為我們程式還沒寫完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如何把最後的結果給做出來 特別注意喔 Function比較麻煩 Function它必須return 返還一個東西 給誰呢 特別需要給他自己 所以底下 剛剛我們是給誰 給伊蘭的這個 那Function記得把這個Function名稱 先tap一下 貼上 等於什麼 等於 其實就是這一串 所以 偷懶一下 把這個上面東西 把它複製 就是 這個東西 怎麼樣呢 把它Ctrl C 把它貼到這邊來 那剛剛 那剛剛他是跟他 從F欄 是電信業者 你就把這個 他給你的東西 F欄裡面的這個裡面 貼上 就是 他會給你電信業者 你就把它放這裡 他會給你區碼 那你就把它放哪裡呢 放這裡 有沒有 有沒有 居然 他會給你墨碼 那你就放哪裡呢 放在 這個 好 程式寫完了 應該懂那意思吧 就是 他跟那個 Sup Sup是 去抓上面的東西 跑跑跑 跑完 沒事了 Function是 互動的 你要跟使用者要三個東西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先跟他要東西 等他要完東西之後 再丟回去 就是他給你的 然後呢 最後你要返還給誰 返還給手機 就是自己本身 那因為你的 滑鼠的游標 是放在這裡 所以他又會自動把結果 丟到這邊來 所以他好像 繞圈圈的感覺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呢 實際上做完了 插入這邊的話 有個手機按確定 那如果說沒有問題 基本上呢 這個地方按個確定 結果就做出來了 有沒有這樣OK了 所以大概了解一下 制定函數的一個基本的架 一個架構 但是後來就還是有同學 會覺得說 老師這個好像還可以更簡單一些些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選三個好像還好 可是如果說有十個的話 你不要點十次嗎 好像不太合理 他就問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怎樣 我乾脆給我一個格子 什麼 就是 叫什麼 電信業者範圍好了 類似有點 就是一個給我一個範圍 那我怎樣 我只要刷一下 按確定就好了嘛 有沒有比較快 當然有比較快啊 可是怎麼做呢 那這個當然就比較困難一些些了 所以這個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好 第一個請各位先試試看 制定函數的那個設計方法 記得先插入一個程序 記得選擇是Function手機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這個是VBA的第二種寫法 這個寫法是屬於制定函數 用途不太一樣 一鍵完成是Sub 那這個的話 比較像是互動式的 跟使用者互動 然後最後當然也會返還正確的結果 那到底哪一種好呢 當然你可以試你工作內容 工作情況而定 並不是說哪一個一定是最好 你要看你的實際上工作需求 去做一些調整 那這個Function當然除了說 用在插入函數裡面會顯示出來之外 其實將來在表單裡面也可以用得上 派上用場 因為它的好處就是自動會把結果返還 那所以你只要丟給它 它需要的值 它就會給你正確的結果 所以這裡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個Function部分